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个中产党 今天我们讲的是关于一个 很严肃但又很贴身的题目 一个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的问题 其实我们早几个星期已经想讲了 但你猜不到例子可以相差那么远 最初我们想讲这个题目 有一个YouTuber 或者是打机的大人叫爆机达仔 他因为在节目中拒绝回应 有关送中条例 或者是逃犯条例收到的问题 就被网民声讨他 在网上又说他不敢说这些 接着又牵涉到一连串 就是我们说是一些KOL也好 一些网上的店铺也好 陆陆陆续续 因为这些东西就受到一些争议 比较出名的是什么呢 譬如是士多 士多是一间网上的零售平台 即是网上超市 他有一个老板 因为用他个人的币 就去说他对于逃犯条例 或者一些抗争的看法 就是比较保守的亲建制 于是突然间所有人都去 很多网民都去他们的网页 说我要杯葛你这间公司 我们就要退会 甚至乎之后他们有些员工 说出来其实我们公司有三个老板 我们一个亲建制两个都是很支持市民示威 没有用逆主不了 然后牵涉了很多 譬如我们说之前 我这一项开名 现在最近有套戏上 就叫做西方极乐 就是萧定一投资的 这套戏原本都好地地 谁知道因为里面有个演员 好像都是配角 就是陈国坤 就是因为说了一些 警察打得好这些言论 那些人就说 我们现在不去看了 结果男主角 加上监制张建昇就很惨 他就说 大哥 我们其实都应该要容忍不同人 去表达他的意见 但都个人都不理 我原本有些人说 我原本已经搭车出去 想着看这套戏 怎知道看见陈国坤的IG 不用了 我就回去了 这里我又要帮萧定一讲一句公道说话 有很多人就说 你是亲建制的 你又捐钱 做生意 又继续跟大陆做生意 但是你要明白 其中一个旗下艺人 是王宗堯 你要想一下 当全香港都不敢找王宗堯做事的时候 他减钱王宗堯 其实这个都已经代表了 其实政界不是他的关系 其实还有很多 譬如有一个台湾的 打机的YouTuber 叫Toys 就是因为他说 送中条例不关他事 一个钟头没了十万个粉丝 有我们说有家华星冰厅 就是我们说老板在日本开的 他又是说一些 我们说支持的 这个镇压的一些说法 结果现在的人就说 不如我们举报他日本逃税 我刚才看到杨千华有类似的情况 是什么 他只不过在IG上 之前有个年轻人 跌死了的时候 他有个RIP出来 又被人称 然后他只不过收回 收回个like 收回那张图是说 Rest in Peace 都被人吵 是 他之后出来说 我一直都是杨千华 那个杨千华 现在很敏感 你说又收回 说又不可以 不说又不可以 不说 譬如梁联维 你今天变成了国际巨星 结果我的想法是什么 我们经常都说 大陆有人玻璃心 我自己想 我们算不算玻璃心 现在不算玻璃心 玻璃心是其中一个角度 你那些角度就说 我们一直都批评 说内地 譬如演艺界 会是针对 譬如说封杀 封杀黄耀明 何韵思 那现在我们不就是 用同一个 同一个手法去封杀 一些认为我们和我们政见不对的人呢 他们是国家封杀和人民封杀 算不算两样东西 我不知道 我只是告诉你 国家封杀和人民封杀 亦都牵涉到一个基本问题 就是一个哲学的问题 就是当大是赖非的时候 有没有人民自由 就是你赞羊纳粹 或者南京大屠杀 那些有没有言论自由 我们可以知道在很多地方 譬如是中国共产党治下 是绝对在他们认为大是赖非的时候 独立那些是绝对没有言论自由的 但是在香港这个地方 或者可能在其他国家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大是赖非 大家知道应该成为最大人 或者你自己成为最大人 那时候是不是有没有言论自由的 外国也有很多那些艺人失言 然后被人杯葛 其实都不是罕见的 那就是证明大是大非之后的时候 应该都是没有言论自由的 就是种族 就是种族 性别 就是我们是讲一些历史议题 其实很多都是 但是会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人究竟是 Sommers OK Sommers 应该是这个 这个 这个 OK Sommers 说的 你是一个士多老板 就是说你是一个 承识的人 你是没有言论自由的 但是去到 DOWN 是不是去到 士多老板 也没有言论自由呢 就是那个是 你在大是大非的时候 还要一个身份 或者去到 只不过那个艺民 你是不是有言论自由呢 就是会去到 这个问题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大家 我不讲的是非 就是客观地 大家要想一想 这个事情 在香港这些地方 应不应该有这些言论自由 就是去到 到一个士多老板的时候 那个状况 但是第二个 是一个现实问题 我觉得 纯从政治来说 霸凌 就是说 你霸凌 就是很多 无数的例子 你牵涉到 只要 就是3K党 只要你不知为何 你捉那些人出来 打一身 你垃圾党出来 或者打烂那些人的玻璃 不知道为什么 你后面都会输了 就是霸凌 就着一个政府 如果当初的时候 为什么两次保障都会输 其实就是 把人都抓了 那些人 不知道为什么 你就会输了 那个气势失了 那 就是我经常都讲 韩国瑜的例子 其实韩国瑜出来 其实高雄 一向都有一些 一向的难言的支持者 但是一向都会输 但是原来 原来 就是今次讲支持国民党 不会被人骂 那时候 那些人就会蜂蕴地走出去赢 所以如果假设 我们可以在 就是等于脱勾一样 脱勾也是同样的 就是你开始发觉 原来我讲脱勾的东西 是不会被人指责 反过来 你说亲戒的东西 你会被人骂回头 你的气势就是失了 没错 所以如果假设 可以不停地霸凌那些 反对这些议题的人 是没错 将来你整个阵营的气势 会强很多 我觉得是 如果纯从利益关系来说 是非常有效的 客观这样说 这个也是 我起初都觉得 这个是不是波勒心问题 或者这个是不是一个 意见表达自由问题 但是你不做这件事 而别人做这件事 你是很赢卓的 这个都是变成了鸡鲜蛋 好了 那你说好了 那我就给那些蓝丝 他有表达的自由 就是给他们说 那些警察打得好 或者你觉得那些 我暂着一个 如果我是一个黄丝 其实我很恨黄丝 但我暂着一个黄丝 暂着一个黄丝 他会被人骂 那你就一面倒 你会发觉 有一些人就会被人搞 那些人就被人搞 不行 公平一点就要 两边都搞 我知道你们蓝丝 会搞我的那些人 我黄丝又搞你的那些人 那你才能做到的平衡 我又很难去否定这一件事 只不过就是 你有时就会发觉 你民主就是有一种野蛮性质在这 就是我们说很多所谓民主的概念 就是基于我们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平等的权力 或者我们说 无论不同的阶级的人 他都可以有一个 自己发表意见的权力 但你慢慢就会发觉 平民战争是最野蛮的 贵族战争 通常是一个骑士单挑 大家都很崇高 你一有所有人都可以有一个 参与战争权力 就是会最多战争罪行 最多暴行发生 这么说 就是 你如果是很多人参加 很多人参加的 就是 你是用矛招是着素一点的 就是说 不是因为这个问题 而是当你有野蛮的那些人是赢了 是 那于是 你便会有这样一个状况 而民主本身是来自贵族的 投资 是慢慢大家都知道 是慢慢扩大了整件事 如果在一个民主的政制之中 其实大家都扩认了这件事 包括一些很和理非非的人 都是很扩认这件事 是 只不过他们和理非非的人 是 炸体不同 民主只能够解决一些 大家的议题是很相近的 有无可无不可的问题 而在一些重大的争论之中 在一个分歧很大的情况之下 这件事就会变得惹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没得妥协 是的 那样东西是没得妥协的 就是 那样东西是不能用民主程度去解决的 是从来在大的分歧之中 只有两个战争 有非常残烈的方法解决的 而大家 每一个说民主理论的人 都是深知这件事的 但是自己说和理非非 自己就是闭目 不去说 闭目说 可以了解决到这个问题 所以到最后欧洲发生的 现在这些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出现了 其实 伊斯兰的所有东西 大家会缺化业 娱乐民主解决的 是 但是 当然我们用一个客观实际的 效用角度 就是会这样 但是现实你是不是觉得很可悲 结果就是 谁人说些东西你又不合听 你就会发表所有的人 去围攻他 说他没有本 有些报纸起了底 开了他的名字 你会不会觉得 现在我们说什么反送中条例 说到最后 我们都是说想保障我们人生自由 但是你为了保障人生自由 你去限制其他人的自由 用一种很粗糙的 很原始的方式做 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悲 但是这个可悲 我只可以说是 你看到趋势会是这样的时候 不会一下子回头 这些东西 你回不了回头的了 那些人就习惯了 尤其是当他觉得 原来我这样去 是有效的 是有效的时候 更加会越来越 没有理智去规限自己不做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不太可悲 因为我接受了这些东西 因为我读历史 因为我接受了这些东西 我觉得我父亲不是李嘉诚 就是我可悲 正正因为你父亲不是李嘉诚 你更加要用这种方法 去争取你更加多的权力 是没错 因为我跟你的规则玩 那我就输硬给你 我经常说抗争千万不要斗多钱 因为你在香港永远都不会够人多钱 但你斗其他东西 斗武品 斗时间多 这些东西你就有机会赢了 没错 我觉得就是我接受了现实 现实就是这样 我只能够跟着现实去走 但我刚才看了趋势 有点像我们回头 就是跟你当年 你现在这样的人 人家说的东西你不同意的时候 你就会封杀它 或者不光顺它 其实跟我想起 之前大家很多批评的 交污团好 又或者内地那些 你觉得他不舒服 其实本质是 有用的交污团 但多多之后 你就没有了 但是当时那班人 是很批判这些行为的 因为重点就是 起初我们说 什么踢行李箱 搞光伏活动 这些东西就是 你侵害别人人的 人身自由 和及无辜 什么的 但现在你们走去 杯葛明星 去闹事多 其实做的东西都是一样 只不过你在虚拟世界做 你不是真实踢他的行李箱 你其实都是去 扔他那间店铺子招牌 你都是在 你和我说 打烂那些东西 没什么分别 只不过你虚拟 而是他打烂 你令他经济上受损失 可能是 产权的角度 三个 你就是侵犯他的产权 虽然又不是一种 所谓 正确的 违法的侵犯 才是产权 就是我老公去尋方的时候 见到你老公的嫖妓 两样东西其实是一样东西 不过在我身上 发生你身上是不同的 是 好 这就到这里